我哭了好幾次 而且並不是因為 我真的是因為 被那種 激勵的氣氛感染了 然後我就覺得 我看完之後 我要想做點什麼事情 我第一次看完一部電影 我已經好久沒有看完一部電影之後 然後有那麼有能量 想要去做什麼事情的感覺 宇宙兄弟真的太屌了 然後我要講一下的是 小麗巡演得真的很好 真的很難想像他可以 這麼的 走搞笑路線的 因為他以前很少演類似的那個 然後馬生九妹子選得真的很好 我好喜歡他 我好愛他 馬生九妹子如果來台灣的話記得找我一下 拜託 真的我好愛他 其實沒有我覺得 這部電影如果你沒有看過漫畫也沒關係 其實因為 因為 他已經算是以改變來講 算是已經非常 非常適合了 已經非常接近了 其實已經不會吃針太多 所以如果沒有看過漫畫的人 然後想要喜歡小麗巡跟鋼田將生的人 之外呢 其實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在生活之中有點無聊 然後你找不到什麼東西去做 或者說你想要做什麼東西 然後卻不知道該怎麼做 或是沒有動力 拜託來看一下宇宙兄弟 真的看完之後 你真的會超有能量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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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感谢观看